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女性就有一位有子宫肌瘤的问题 其实这是妇产科相当普遍的一个疾病 但是有些女性怀孕之后 子宫肌瘤可能会变大 更年期过后可能就会缩小 所以一般都是认为是 雌激素会去刺激子宫肌瘤增长的原因 但大部分还是原因不明 今天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如果有子宫肌瘤 我们该如何去治疗去处理它呢 今天很高兴问你邀请到的是 肌瘤长根医院妇产科 林智慧医师 林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子宫肌瘤 几乎每个女性 好像很多女性都会有 对不对 这蛮普通的吧 在你们妇产科 其实是还蛮普遍的 就是不同的统计的 资料收集的方式不一样 它们包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可能十个里面一个或是十个里面七个八个都有抱过 是 很多女性跟她相安无事 对不对 因为看她长的位置 大部分的人都是做了超音波才发现 或是健康检查做到超音波才发现说 原来有多了一颗肌瘤 是 我也是妇产科技师帮我照应到超音波的时候 就跟我说你有肌瘤 然后这个只要定期追踪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肌瘤真的蛮普通的 但是它长的位置也会影响 其实子宫肌瘤不可怕对不对医生 其实是不需要这么的去害怕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有症状就必须要正视它了 没错 好 那你告诉我们可以从这些构造图上面 告诉观众朋友 通常一般你们看到 妇产科技师在看子宫肌瘤的位置 它通常会长在子宫的哪一些部位 基本上我们肌瘤的分类是按照它的部位去分类的 比如说年末下肌瘤 我们指的是说它的子宫肌瘤 大部分是占据在子宫腔里面 长在里面的 OK 这类型的肌瘤可能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些 月经异常凸鞋 或者是不孕方面的一些问题 因为它就占据了一个正常 保保应该要着床的位置 它把子宫里面占满了 违章建筑 OK 了解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肌肉层肌瘤 它就是长在肌肉层上面 所以是子宫外了 对不对 它还在子宫上 肌肉层就是在子宫上 OK 好 了解 有一些会是我们所谓的胶膜下肌瘤 这种肌瘤就是它大部分的位置是在 往外的腹腔的位置长出去 了解了 对 另外一种就是有些肌瘤它可能就是一个 像有一个地头 有点像果实 还连着地头然后长出一颗 这种肌瘤是最好开刀的 因为它只要把地头切掉 肌瘤就拿下来 子宫分体不太有什么 所以有的是整颗瘤长在你的腔膜里面的 因为肌瘤它本身的发生原因就是子宫肌肉层的肌细胞 自己过度的一个增生增长出现了 所以是自己本身把它养大的 就对了 把这个肌肉层 那个增生让它变大 因为目前肌瘤的原因并不明确 所以为什么这一个单一个肌细胞它会自己增生增生长大 这个原因是不明确 可是它长大之后就会占据正常子宫腔 听说子宫大小是一个拳头大 子宫是一个拳头大 所以能够让肌瘤长得在内腔的在周围的 在肌肉层的这一层 是 都可以长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示意图 就是告诉我们刚刚医生说的 在黏膜里面的它的位置 就是一个更细分类的分类 就是不同的系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分类方式 所以就会用号码来标示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黏膜下肌瘤 它就属于012这几种的位置 就是属于黏膜下肌瘤 所谓的肌肉层肌瘤就是 大概345的这些位置 就是在整个肌肉层上 另外因为子宫颈本身也会长肌瘤 所以它就给了一个位置给它 所以这一个是来分型的 就变成说位置可以变成 医生他们依照他的位置不同 所以它可能以后治疗或要开刀的 也会分型 Type 0的肌瘤 因为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它就是几乎也是像一个地头 或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跟子宫体连在一起 我们从子宫进手术 会比较轻易的可以就去把它给拿下来 另外一个会影响到手术困难度 就是这颗瘤到底长得多大 它如果长太大的话 那当然这个手术的困难度会比较大 有可能并不是一次手术就做得下来 可能要经过两次或是三次 可是一样可以经由子宫进的方式去 把这个肌瘤给处理掉 那Type 1跟2的一个分类就是 这颗肌瘤的范围 大部分在子宫腔里面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Type 1 它的大部分在子宫腔外的 不在子宫腔内的只有占少数的 那我们就是Type 2 所以Type 1的肌瘤 当然我们也可以经由子宫进手术处理 那一样它如果真的是太大的话 可能也不一定是一次手术处理掉 对 了解 就分次把它做掉就对了 是 那子宫进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刀口 对 尤其是我们如果看这个图 会知道说 如果我们是从肚子开刀 然后再把子宫划开 然后再去挖到里面这颗瘤 好像有一点太远了 对 那子宫进手术当然是一个 目前一个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 是 蛮理想的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肾行率 一般来讲 现在大概是大概多少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 不同的统计方式 他们有些统计方式是 譬如说我过去这几年来 开过的所有的子宫的刀 我开进去我看到肌瘤 那我就把它给算下来 了解 有一种是我就到一个社区去 把这些社区的人 妇女我们全部都找来 来做个检查看看 对 所以不同的统计方式 会出现不一样的答案 可是大部分我们就是 可能十个里面一个 到七个八个都有 是 那你觉得 为什么哪些人会有 子宫肌瘤的风险率高的 目前来说我们 有一些统计的文献告诉我们说 比如说在欧洲地区的话 他们会发现黑人会比高加索人的 一个子宫肌瘤出现的几率高 再来的话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那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它就是年纪轻的人才刚 譬如说青春期 那子宫才刚开始发育起来 不会有机会长东西 可是等过了久了之后 我们身体都会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所以当然年纪大会比年纪轻的人 容易 容易在这群人身上看到有肌瘤的出现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是家族史 就是可能妈妈或是奶奶是有肌瘤的 那她的女儿可能出现肌瘤的机会 也是比较 所以妇科很多有家族史遗传吗 比如说乳癌或是子宫肌瘤 子宫内膜癌这些卵巢的这些 是不是都会有一些相关性的家族史要注意的 家族史这件事情 通常我们还是比较针对在一些 比较恶性的一些疾病方面处理 或者是说一些需要及早治疗的一些疾病 我们可能要去真的很注意她的家族史 是 还有生产间隔长也会造成容易长肌瘤 为什么 生产间隔长的话 比如说对 三到五年算长 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还有在哺乳的过程当中 其实身体都相对处在一个 休息状况 对就是一个荷尔蒙休息的状态 所以这时候 对所以就会比较 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肌瘤也是荷尔蒙养大的 基本上肌瘤就是荷尔蒙刺激 对所以才会说 停经之后可能肌瘤就会萎缩 了解了 好那还有一个是高血压 为什么高血压跟肌瘤会有关系 这个机制明确来说真的是不知道 可是它就是发现在有肌瘤的群人当中 都有高血压 不是说都有高血压 是说有高血压的比率比没有肌瘤的人还要高 所以这也是统计下的 出现肌瘤的比率比没有高血压的还要高 这也是统计算出来 就是可能把有肌瘤的人跟没有肌瘤的人 去分析他们的特征算出来的 还蛮特别的 是那饮食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关系 饮食的这种这些文献的话 通常就是问说最近吃了什么东西 或是说平常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 那很难说找了一群人说 这群人你每天都吃这些东西 然后另外这群人每天都吃那些东西 来做的这种研究 了解 所以饮食的话当然还是提倡健康饮食 了解 对 好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含有荷盟 雌激素比较多的一些食物 可能也要注意是不是 还有我觉得健康饮食 所谓健康饮食就是糖分少的 少精致的东西 少腌制 少盐 然后吃一些食物原型食物 这些其实就是避免所有 不管癌症或是身体的发炎 都是很好的 有一些是比较 这算刚刚说的黑人 种族这些家族食都是高风险 有一些是比较低风险 但是也可能会有肌流的 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低风险是指说当有这些 存在这些因子的时候 出现肌流的比率是比没有这些因子的人更低的 更低的我们叫做低风险 了解 所以就比如说口服避孕药 因为口服避孕药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对肌流的刺激跟原生荷尔蒙对肌流的刺激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口服避孕药的人有观察到 他们的肌流生成的机会也是比较少 再来的话是生产数多的这部分就刚刚我们说的 对 因为它会处在一个比较少荷尔蒙刺激的状态 对 而且在身体修复的状态当中 休息中 好好好 那更年期 可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要特别提的是 那个抽烟加上低体重这件事情 我们并不鼓励 它只是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在有肌流跟没肌流这群人去发现的 了解 那因为抽烟加上低体重这群人他本身身体的荷尔蒙 是处于一个低荷尔蒙状态 这其实是不健康的 了解 不正常 我们说也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下面 对 那饮食当然就是健康的饮食均衡的饮食 这就比较低风险了 蔬菜水果我们说高纤维的多一点 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既然知道风险值 大家都非常清楚 怎么样保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只是滋意行难 那但是大家为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是要多多的选择一些我们可以做到 然后是低风险的 那在这里风险值上面 我们知道说有这些了以后 症状 刚刚医生说的月经异常 它长在里面 它会刺激更多的黏膜吗 还是怎么样 并不是 那其实我们的月经会干净 是因为我们新的内膜已经长好了 那月经就干净了 可是如果有长肌瘤的子宫腔的内膜 可能会没有办法长得那么的好 另外就是肌瘤会对内膜会有压迫的状况 导致一些不正常出血 了解 那就会导致一个是月经的量过多 或者是月经的时间过长 或者是月经跟月经中间 会有出现出血的状况 了解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正常出血 了解了 所以月经异常这件事情 观众朋友自己要很清楚知道 因为有些人的月经是正常的 就是说每个月都会来 可是有些人就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它根本也分不出来 什么叫做正常不正常 然后量多跟量少 那今天医生告诉我们了 就是有时候通常就是一片卫生棉的量吧 应该是说两到三个小时才需要换一片卫生棉 那就OK 是 那如果你突然这一次或是下次好几次 或是一整天要一直一直去换 那就太多 这个要注意喔 这个都不是正常状况 对不对 好 就叫异常了 那第二个就是会压到 肚子会痛吗 基本上有些肌瘤的确会以疼痛的现象来表现 OK 对 不管是在旌旗当中的 或是不是旌旗当中的 都有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严重的一些疼痛的状况出现 这样子 了解 所以异常疼痛也是要注意对不对 有时候月经来之前会肚子闷闷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跟自己比 你的这一次跟上一次或是你下一次 你觉得那个疼痛是超过了 那可能也要检查一下 或者是说这半年来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痛 就是后来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疼痛 好的 好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警讯 能够告诉我们说 你的每一次月经来或是你的子宫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检查了 那再来就是不孕这件事情 所以通常都是不孕症的 他都不能正常怀孕 才来看妇科 检查了之后才知道有肌瘤 对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是Type 0或是Type 1 2的这些肌瘤 它是等于是子宫腔占据了 宝宝应该着床的位置 对 是了解了 所以地皮流氓先占位了 所以真的想要怀孕了 或是怎么样就不易着床 或是常常流产 对 这是不孕的这个部分 那常常流产这部分的话 大概有可能是因为有肌瘤的关系 导致一个子宫的一个 整个子宫腔的一个形态的改变 或者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容易流产的一个状况 甚至在怀孕过程当中会出现 容易早期供缩或是早产的状况 了解 是 但是如果他真的怀孕了 可是又有伴随旁边有肌瘤 通常你们要怎么建议他 也不能开刀 只要宝宝可以 就是按照他的重处 继续长大 这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等于是可以先跟他共存 等生产完后 再来解决肌瘤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因为子宫是处于一个血管增生 然后血流量比较相对 不怀孕的状态之下 更丰富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些肌瘤是会被养大的 可是这个养大是 怀孕结束之后的 子宫恢复正常的一个形态 他又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恢复 他原本应该有的大小的样子 了解 是 所以他等于是说 在怀孕期他会比较多的一些养分 攻击他 他会跟着胎儿一起大就对了 好 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有讲到疼痛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肚子 因为肌瘤也会长大对不对 对 那可能他没有去做过 妇科任何的检查 所以他不知道他 子宫里面养着一颗肌瘤 所以肚子会越来越大 他只会觉得他变胖 这件事情 对 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 主持人有说的 我们正常的子宫是一个拳头大 对 而且其实我们如果是正常的平躺 或者是我们站着我们其实从我们压 我们的肚子是压不到 摸不到子宫的 可是当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 肚子越来越大 可能或是压到有硬硬的东西 那可能就要来做检查 有可能就是子宫长大了 了解 肌瘤长大了 是 所以月经异常有压迫感 然后甚至你常常会有流产 或是不孕这些问题 还有疼痛 我觉得疼痛这件事情 就比较容易提醒大家 要来找医生了 对不对 好 那有这些症状 真的要来请医生 来帮我们看看 来检查看看 那其实啊 你看过最大的你的病人 肌瘤有多大 应该也不是说我的病人 或者是说 从我们进到长庚妇产科 训练我们开始 看过很多前辈教授们 经手过的案例 其实我们要说 刚刚有说了 通常我们子宫 我们是摸不到的 等到它超过 我们的就是 附膜腔这边 骨盆腔的时候 它就太大了 那基本上如果超过肚脐 那就已经有20周怀孕的子宫大了 超过肚脐甚至到健突 就是我们健突的这个位置 是 它就是已经有足跃大了 是 这种大小的子宫 其实都有处理过 嗯 所以一般通常他们开完 这个内饰镜应该拿不出来吧 其实有些还是可以 已经有内饰镜做处理了 那就要分好几次来做处理了 通常是还是不需要的 就是 哦真的有这么厉害 只是开刀时间会比较长 哦时间拉长 好 所以它一般你们对这种子宫肌瘤的 治疗跟追踪是怎么来做评估 主要还是看病人的症状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有没有这些症状 好 那没有症状的人可以追踪 继续追踪超音波观察肌瘤的生长 还有在追踪过程当中 有没有症状出现 了解了 所以这个是每一年 都会希望他回来妇产科追踪 基本上因为我们有一个资料 它说大概肌瘤平均 2.5年长1.2公分 了解 所以其实大概半年 四个月半年 一年造个两次超音波 三次超音波 就可以来追踪这个肌瘤生长的状况 了解 那它会缩小的几率是在停经之后 停经之后 或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怀孕结束之后 对 它会缩小 那停经之后有可能萎缩到不见吗 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追求 看不到肌瘤 它只要不再重复长大 好 了解了 好的 那医生说的 因为肌瘤通常我们都觉得它是良性 但是没有拿出来 去做病理切片 去化验 我们也都不知道 什么状况它会癌变吗 所以这是追踪的重要性 因为通常身体里面的癌组织 它是生长速度会很快的 所以当我们发现一个长得快的肌瘤的时候 或者是它在短时间之内就长大了 那我们当然就会担心说它会不会是 其实是个不好的瘤了 好 所以一般其实最多的就是影像的超音波 其实是对你们的帮助很大对不对 没错 是在看子宫肌瘤 而且它的灵敏度也很高 95到100啊 这是指经阴道超音波而言 对 OK 那并不是每个人都 如果是肚皮的就没有那么多 从肚子照的话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了解 可是都还是看得到的 好的 是那如果医生从超音波里面 阴道超音波有一些怀疑的话 还会做更精确的一些检查就对了 基本上第一步一定是经由超音波做检查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看 因为有些人他会有一些不正常出血状况 我们先要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贫血的状况 所以会需要抽血检查 了解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 有些时候的子宫的不正常出血 不能够只想说是因为有看到肌瘤 就是肌瘤的关系 可能是有一些子宫腔本身自己的一个问题 所以会需要安排 可能有些会需要安排 来子宫腱检查 了解 是 那什么时候需要做到核子宫症 那我们就要讲到超音波的局限 因为我们超音波他会有他的局限 就是太大颗的肌瘤 基本上如果有不只肌瘤 就是有8公分以上的肿瘤 在超音波来讲 他的可以看得清楚的状况 就超过他的范围了 就超过他的侦测的一个能力了 所以从这个图片上面 太多颗的肌瘤也有点困难 了解了一次太多颗 超音波也少不完那么多 对不对 能见度还是有差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在超音波 从阴到超音波去看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 正常的子宫外面又再多了一个瘤 就是比较黑的这个瘤 我们叫做肌瘤 就会认为是他比较像肌瘤 的确这个瘤我们后来开到下来 它也是一个肌瘤 所以它是在子宫 在肌肉层 肌肉层上面 所以这个是同样的吗 还是又长在不一样的位置 我们看到的一样是同一颗子宫 可是因为它这个是肌瘤 因为它的样子形态就是看起来 就不一样 没有像刚刚那么的黑 黑 对 那我们就会怀疑说它是一个肌瘤 那因为肌瘤它有一个相对明显的边界 那肌瘤它本身的成分跟形成的原因 导致它的边界不会到那么明显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是肌瘤的话 那我们可能在预期要开刀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预期的一个 或者是它术后要追踪的状况 大概就会是不一样的 了解 所以还是有分肌瘤什么不同的 其实肌瘤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子宫内膜异胃症的 酮酮的一线的问题 了解了 这是另外一类的疾病了 是 那这一个是什么样 巨大瘤 超过你超音波的范围之内的吗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超音波的局限性 就是看到里面全部都是黑的 什么是什么可能都不太好看 原来黑画面就已经是长出超过 全部都是瘤 所以你刚刚说超音波最大到8公分 不是说它只能够照到8公分 而是8公分以上的瘤 就没有办法可以那么好的去看得清楚 了解了 所以这个直接转去做核磁共振了吗 这个案子后来我们有帮它安排核磁共振 确实也发现真的是巨瘤 核磁共振它就算了大概有20颗以上的流出来 对 了解 就是 是 那子宫镜 子宫镜的 就不一样就看得很清楚 子宫镜的话就是我们去检查子宫腔 因为刚刚说过 有些不正常出血并不是单纯因为肌瘤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们必须先检查子宫腔 看有没有异常的一个状况 像图片这个指的是一个正常的子宫腔 看起来里面就是很宽敞的 然后就是可以看得到天花板 然后可以看得到两边的梳卵管的开口 就是一个很宽敞的一个空间这样 了解了 所以这一个 就是在子宫腔里也会长息肉 就是子宫内膜息肉 这是另外一种疾病 是 对 就是看到有多长一块息肉 是 所以子宫镜也可以解决息肉对不对 子宫镜手术也可以解决息肉 那你会觉得息肉还是不要放着吗 基本上 有些息肉它可能会有一些 造成不正常出血的状况 它一样会严重到让病人贫血 了解 另外就是有些息肉 它可能会合并一些异常的一个 子宫内膜增生的状况 病变的状况 所以其实很多人 他会可能息肉跟肌瘤共存吗 还是说不会 我长息肉体质 我就不会长肌瘤 不会啊 是共存的 有可能都会有错 了解 所以这一个就是在子宫镜里面 看到了这颗肌瘤 对 比较小的肌瘤 对 这是比较小的肌瘤 它真的就是凸出来一坨 对 像共丸 是 那这个是堵住 就整个还没进去就看到 整个子宫镜被挡住了 它就整个占据了整个子宫镜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肌瘤 所以真的医生从子宫镜里面 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最后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在生活上面要怎么样注意的 生活上面其实我们还是注意我们的月经的周期的状况 那现在其实我们大家都很习惯用智慧型手机的 我其实也很鼓励我的病人 就是智慧型手机都有一些 旌旗记录的APP 那旌旗记录的APP它 我想子宫肌瘤不可怕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你有没有临床的症状 还有健康的生活形态 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 充足的睡眠心情的愉快 其实这些老生常谈的生活形态 就是帮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谢谢你的收看健康新资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